大家好,欢迎来到灵感故事盒,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。 当然,父亲必是有他的苦心,机关盒不管交给我叔父还是交给我,我们必然会很快发现里面的诏书。 当时萧碧把持着京城,诏书出现定会给我们带来灾祸。 交给大宝,无人会在意一个吃儿手里的玩意儿,只等天意招招让诏书重见天日。 我叔父神色凝重,伸手拿出那个卷轴缓缓打开,自己是先帝亲笔,盖着先帝的宝印。 上书,端亲王皇妻子萧碧,雍和翠淳,敦睦佳人,身孝镇宫,必能刻成大统,驻祭镇登基,及皇帝位。 不告天下,闲事闻之。 几年来,萧妍已暗中培植了自己的势力,如今加上王家和江家的鼎力相助,更是如虎添翼。 江家自不必说了,萧碧做梦也没想到,他本意是利用对他痴情又没脑子的江锦黎扳倒萧衍。 却不想将江家绑上了萧衍这条船,叔父得知了我的本来身份。 一开始他老人家并不相信,还斥责为怪力乱神之语,但是随便他如何询问王韵慈的生前事,一桩桩一件件没有我答不上来的。 连王家的密室和一些外人不可能知晓的日常往事我都一清二楚,最终叔父也接受了戒尸还魂这件事。 我告诉了叔父当年萧碧未夺地位,害死了我父亲。 叔父与父亲兄弟情深,文言不再迟疑,是要扳倒萧碧为兄长和我这个侄女复仇,再加上狼牙王室效忠君赏,对萧碧七年前谋逆篡位身为不耻。 因而王室比江家更坚定的拥护萧衍拨乱反正,继承大统,一场公变持续了整整两个月。 最终拥戴萧衍的经济大营冲入皇宫。 接管了皇宫的护卫之责,金鸾殿上我叔父和江龟宏在百官面前拿出先帝的诏书。 先帝跟前的掌印太监张允中也讲述了当年萧碧如何篡权,窃取地位。 萧碧大势已去,在贴身护卫的保护下藏皇逃出皇宫,萧衍即位,君临天下,定国号为永宁。 前朝大封百官,后宫封我为后,我本是抗拒的,但萧衍说为了给王家和江家一个交代,必然要我为主中宫。 我两朝为后,只觉得造化弄人。 我没有住进凤七宫,毕竟那里曾是我救世寝宫,一事一物都会牵扯出太多的回忆。 萧衍命人以皇后寝宫的规格重新修起了离他寝宫最近的淑宁宫。 更名为凤一宫给我居住,凤后大典礼必当晚,他并未回自己的寝宫,而是到了凤一宫中。 我正在梳妆,卸下头上沉重的凤冠,就见他信不走了进来,公闭们纷纷败下行礼,他挥手让他们退下。 他静静地看着我,脸色驼红,不知是因为席间饮了酒,还是因为室内燥热,我要起身行礼,他却抢先一步按住我的肩膀不让我起来。 他的掌心很热,隔着薄薄的寝衣烙烫着我的肌肤,在我愣神的当口,他接过我手里的梳子来到我身后替我梳着头发。 动作轻柔,好似生怕弄痛了我。 屋内温度骤声,竟有一米之意,圣上我色声叫他,我喜欢你叫我的名字,他在我身后说道。 或者,你也可以叫我夫君我猛然抬头看向面前的铜镜,铜镜中我们目光交汇,他眼神执着,毫不躲闪。 可是我,我不知如何说无论是作为王韵慈,还是作为江锦黎,我的身份都万分尴尬。 我调整了一下心绪,向他道,圣上封我为后,我定会管理好后宫,做好皇后的本分,但请圣上一步,毕竟你我。 他握住我的肩膀将我转过身与他相对,又蹲下身平视着我的眼睛,你不用说,我都知道,无论你是何种身份,上天注定你都是我的妻子。 你是王韵慈,我恋你七年,当初若不是肖碧篡位,七年前你便已是我的皇后,你是江锦黎,那便更是我名正言顺的王妃。 你我在一起,没有任何不妥不,不妥的。 我正开他的手,起身退后一步,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 你我回不到从前,也不可能再往前走,火光在他热烈的眼眸中熄灭。 他低头沉默,过了好久才直起身,一步步走向大殿门口,站在门口,他背对着我,声音低沉却语意坚决。 韵慈,我虽然称帝,但这后宫中除了你不会再有其他妃嫔,我可以等,哪怕再等你七年,新朝建立,一切步入正轨。 小颜果真信守对我的承诺,他没有强迫我接纳他,也没有纳其他女子入宫。 百官近见让他为了江山设计充盈后宫,他顶住压力不为所动,直言他的子嗣只会是皇后生的嫡子。 王家和江家在这件事上出奇的态度一致,江国杖也就罢了,为表姿态在朝上不痛不痒地劝谏了几句。 私下里乐得见圣上独宠江皇后,王家也保持沉默没有劝见皇上扩充后宫,让百官尤为不解。 不过除了后宫子嗣一世之外,萧衍是个明理勤年,赏罚分明的好皇帝,大臣们挑不出他任何毛病,反正他还年轻,春秋鼎盛。 在嫡子将生前,不生数子也避免了将来年长的皇子与太子不睦,大臣们便渐渐不再管他的后宫家事。 我这个皇后比谁都清闲,后宫中就我一个人,不必应对一众莺莺莺莺莺。 每日不过是过问一下萧衍的饮食,接见一下来请安的朝廷命妇,再有就是见见大宝。 陪着他玩,大宝还是叫萧衍做大哥哥,他是那种很执拗的孩子,一个称呼叫顺口了。 很难改口,萧衍多次用美食和玩具引诱他叫姐夫,均以失败告终。 每日萧衍下朝后会到凤仪宫小座,他果真谨守君子之礼,与我或谈谈前朝中的事。 或守谈一局,或聊聊家常,最多不过一起用晚膳,从不做过多纠缠。 我心中不安,也以设计子嗣为由劝他那非。 他却始终一句话,我已有妻子,不需要其他女人,我渐渐习惯了他的存在和陪伴,却始终跨不去心中那道坎。 他也不逼迫我,依旧每日来陪我。 这日午后我在宫中无事,便派人去叔父的府上传话,让他们带大宝进宫。 我如今的身份是皇后僵侍,不能常见大宝,容易惹人非议,所以想她了,便会让婶婶或是唐嫂以向皇后请安为由带大宝入宫。 等了将近一多时辰,婶婶来了,没有带着大宝,却带来了一封信,说是大宝让交给我的。 我打开一看,不经玩耳,大宝不会写字,所谓的信是他画给我的一幅画。 画上比较幼稚,歪歪斜斜,只能看出是一个大人带着一个小孩,头顶还有一个垂着几缕须的风筝。 我笑着收起了话,向婶婶道,今日春光明媚,倒是个放风筝的好日子,不知是哪位堂兄带着大宝去放风筝了。 婶婶从叔父那里知道了我的真实身份,我娘亲早逝,婶婶对我颇多照拂,所以我跟他很是亲吼,也没想着瞒他。 婶婶笑道,大宝说了是他姐夫要接他去放风筝,这孩子口无遮拦,虽说圣上是他姐夫,可也不能这么随意叫,被有心人听去,一起疑心。 圣上也是对娘娘有心,才会这样纵着娘娘的弟弟姐夫。 我心中咯噔一下,一把握住凤椅的扶手,直握得趾骨发白,大宝只会这样称呼一个人,那人不是萧衍,而是萧碧。 我再次打开信封,翻来覆去看那张画,画上没有任何文字,看不出什么线索。 我又拆开信封,在信封那里看到了两行小字,西山黄陵,只身前来。 这字迹我再熟悉不过,正是萧碧的笔迹,萧碧自公辩之后就消失了,便寻不到他的踪迹。 没想到他截走了大宝,还要我去西山黄陵相见,事关大宝的安危我没敢声张,心烦意乱地送走。 渗身后,我匆匆换了一身没有什么文士的长服,披了一件深色暗纹的斗篷,什么人也没带就置身出了皇宫。 萧碧从不限制我自由,我一路出宫畅通无阻,无人敢拦我,到了宫外,我雇了一辆马车直奔西山黄陵。 待我赶到西山,已是落日余晖之时,黄陵汉白玉的巨石在黄昏的余晖下庄严肃木中带着几分阴森可步。 黄陵入口并没有守卫,我下到地宫,布下百吉石阶,又走过青色巨石垒城的永道。 穿过一座石门,眼前豁然开朗,这里是一座灰红的地下宫殿,四周墙壁上燃烧着火把,宫殿两侧镇守着两排巨大的石兽。 中间雕刻着日月星辰的穹顶下方摆放着一具棺果,我认得那口棺材,正是王皇后大炼后的子宫。 萧碧就站在棺前,带着墨玉搬纸的手轻抚着棺木,满脸眷恋,姐姐。 我听到大宝带着哭腔的呼唤,四处寻找才发下,大殿前方有一个驿仗多高的祭台,祭台上是一个比成年男子还高的青铜顶。 大宝就被绑在青铜顶的顶腿上,锦鸣穿着黑衣的死室守在祭台四周。 大宝呜呜地哭着,姐夫骗人,说是带大宝放风。 真的,却把我捉到这里来了。 呜呜,大宝,我向祭台跑去,萧碧一挥手,祭台下的死室点燃了泼在四周地面上的铜油。 青蚌间燃起熊熊大火,让我不得靠前。 大宝吓得大哭,姐姐,姐姐救我。 我心疼得差点晕过去,扭头看向萧碧,厉声问她,萧碧,你带如何? 她缓缓抬起头,眯着眼睛打亮我,王韵慈,果真是你,她自嘲地笑着。 大宝一直认定如今的江皇后是她的姐姐,朕还倒是她小孩心性,乱认亲人。 如今你只身前来,又如此在意她,看来你果真是王韵慈她挑挑眉眸,既是还魂,还是你一早便与萧也谋划好的。 我心急如焚,你放了大宝,我都告诉你她仰头笑了起来,好像听到了最好笑的笑话。 王韵慈,如今说这些还有用吗?你怎么活过来的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? 我苦苦哀求,萧碧,大宝无辜,你要怎样宠我来,你就是要再杀死我一遍我也绝无二话,杀你。 萧碧闭上眼睛,声音中满是苦涩,这些年真忌惮你的身份,不敢让你怀孕生子,却又忍不住被你吸引,为你着迷。 我给你的宠爱,我给你的宠爱比给后宫其他女人加起来都要多,我曾想,就这样挺好,我宠着你,让你做我的皇后,给你无上的尊贵与荣华,可偏偏。 萧眼济于这阵的皇位萧碧睁开了眼睛,羽翼森然,带着十股的恨意,她在朝中培植自己的势力,朝中老臣也都暗中倾向她。 几个月前,张允忠那个老燕人竟然来找她正寝食难安,午夜梦回总觉得有人在暗处虎视眈眈的窥视着镇的皇位,王家,江家,萧眼,他们如同三把悬在镇头顶上方的利刃。 不知何时落下正好将近离那个蠢女人一心想要博取镇的宠爱,她妒忌王韵慈是镇的皇后,可以名正言顺的在我左右。 我便将计就计,又骗她嫁给萧眼,又蛊惑她害死皇后,来个一石三鸟。 你说,这是不是个绝妙的主意,她似乎对自己的计谋颇为得意。 可是等你真死了,朕才发现我竟然比自己以为的更加眷恋你。 我痛苦得夜不能寐,恨不得杀了江锦离给你报仇,我忍不住反驳,要王韵慈死的是你。 江锦离不过被你利用罢了,你口口声声说宠爱,说眷恋,可是你的宠爱又有何意义? 王韵慈终究是因为你玩弄权谋而死,小碧看着我,眼中如同燃着疯狂的火焰,她是为了朕的大业而死。 朕给了她身后哀容,给她建了这座灰红的地宫。 等朕百年后,朕会与她同学,永远陪在她身边。 这难道还不够吗? 不,不够,我隔着朦胧的泪眼看着她,一字一字道,王韵慈要的从来不是这些,真正的爱恋也绝不是这样的,小碧一时争住,呆呆地看着我。 地宫门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小碧看向门口,喃喃道,她果真来了谁? 我经问,随即明白过来,师生道,你把硝烟也叫来了。 小碧冷笑,跟召唤你一样用的同样的办法,告诉他你在我手里,让他置身道皇陵来。 不过我打赌他没你这么蠢,他肯定带着大批侍卫来的他曾经温润的面庞此刻扭曲着,显得猙獰可怖,小眼来得正好,来多少人都无所谓。 当初见这座地宫的时候,朕就暗中让人在下面埋下千斤小时,足够将所有人埋葬他看着我,目光中带着愤恨和嫉妒。 如脆毒的利刃,你不是做了他的皇后吗?就让这里成为你们的坟墓吧。 让你跟他到地府去做一对鬼鸳鸯,这就是你们两个背叛阵的下场。 小碧大笑着,笑声凄厉癫狂,在空旷的地宫里久久回荡,他带着几名死士急不向地宫另一头的暗道走去。 气台四周的火焰里响起噼啪噼啪的响声。 那是萧石的引信被点燃了,好似催命的符咒。 我浑身的血液冲到头顶,飞奔着冲到地宫门口,向萧衍一行人大声喊,别进来,快走,地宫下。 埋了萧石,很快要炸了,快离开这里,喊完后回身向气台跑去,大宝还被捆在上面。 气台下火光熊熊,我解下身上的披风,罩在头上冲入烈火。 手脚并用地爬上台阶后,才甩掉被点燃的披风。 气台上虽然没有火苗,但满是浓烟,混着消失和尘土的味道直窜入肺部。 大宝被呛得一边哭一边咳嗽,脸上黑乎乎的,跟小花猫一样。 我扑过去解他身上的绳索,大宝别怕,姐姐救你,绳结粗硬,记得极紧。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磨破了手指,连牙齿都用上了,才将绳子自大宝身上解开。 就在此时轰隆一声巨响,气台猛地晃动了一下,尘埃与烟雾腾起,巨大的气浪将我掀翻在地。 我下意识地抱紧大宝,将它护在怀中,抖掉头上的尘土,在睁眼时发现记台塌了一脚,整个高台已经是摇摇欲坠,随时会整体倒塌。 地宫下的消失已被引爆,地下响起一连串不绝于耳的轰隆声。 如闷雷一般,一声紧似一声。 整座地宫都在轰鸣声中剧烈摇晃,计台的时间已经被震塌了,计台下又是灰尘又是烈火看不清地面。 我抱着大宝在塌了一半的计台上无路可逃,一个声音在计台下响起,韵慈,跳下来。 是萧衍,只有她这么叫我。 我扑到计台边缘向下看,就见到萧衍一身灰尘,站在台下向我伸出双手。 她竟然无视我的警示,一个人跑了进来。 我来不及细想,先把怀里的大宝推了下去,萧衍伸手接住大宝,放在一旁。 紧接着我也纵身跳下落入她的怀中。 她稳稳地将我接住,放在地上。 地下的爆炸声更大了,好似有千军万马在脚下奔腾,整个地面都在颤抖。 地宫里的立柱依次倒塌,见起无数尘埃,头顶上方噼里啪啦地落下石块,远远看去,地宫的门口已被坍塌的巨石堵住,出不去了。 这边,我推着萧衍和大宝向刚才萧比离开的密道方向跑去,地宫穷顶落下的石块越来越多,从灰尘碎石到豆大的石块。 这座地宫支撑不了多少时间,马上就会坍塌。 一块石头砸中了大宝的腿,大宝列起了一步向地上扑去,萧比一把抓住大宝,俯身将他背在背上。 大哥哥,我的腿好疼,大宝趴在他的肩头呜呜痛哭。 叫姐夫,萧衍气喘吁吁地跑着,还不忘纠正大宝的称谓,姐夫。 大宝抱着他修长的脖梗,终于改了口,进入密道后是一条蜿蜒向上的阶梯,往上不知跑了多久,渐渐能看到前方有一丝亮光。 那丝光亮越来越大,我心中大喜,这是接近地面了。 就在我们能看到地面的时候,又是轰隆一声巨响,前方的阶梯塌陷。 我们向下坠落砸在地上,起身发现四周被炸成了一个洞穴。 仰头望去,头顶的亮光还在,但是已离地面有一丈多远。 回望身后,一团团的尘埃烟雾伴着轰隆声滚滚而来。 前方无路,后路也已阻断,头顶的石块砸下来,越来越密。 洞开的裂缝处一个身影一晃而过,小碧,我大声喊她的名字。 小碧的脸出现在头顶上方,神情冷漠地看着我,们,如同看着陷阱里的猎物。 舅舅大宝,我哭着求她,我与她夫妻六载,从来没有求过她。 此刻,我愿意赔上我的性命,我的尊严,我所有的一切,只希望她能放我弟弟一条生路,不要让我的弟弟随我一起葬身地下。 我明白她恨萧衍夺取了她的皇位,也恨我的背叛。 但是大宝不一样,大宝对小碧不会有任何的威胁。 她就像个孩子一样纯真无邪,不安适适。 她整天跟在小碧身后姐夫姐夫地叫着,给了小碧最信任的依赖。 在我的记忆中,小碧无论怎样,对大宝一向颇为友善。 小碧冷漠的脸上露出几分纠结,终于她还是向洞内伸出一只手。 我和小眼合力将大宝高高举起,直到那只手将大宝拉出洞穴。 我看着大宝的身影消失在洞口,紧绷的心弦终于松弛下来。 小碧最终还是救了我的弟弟。 轰隆一声,头顶的一块大石头忽然冲着我就砸了下来。 我来不及躲闪,顷刻间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。 眼前一阵天翻地覆,快得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 等我回过神来时,才发现我被硝眼护在了身下,我躺在地上。 她拱着脊背以膝盖和手臂为支撑悬在我的上方。 而那几十斤的石块就这样砸在了她的背上。 咦,生害人的闷响后又从她身上滚到了旁边的地上。 她背着大宝一路奔跑,已是筋疲力尽,没力气拖着我及时躲开。 所以只能就是把我按在地上,用身体护住我。 此刻她垂着头,脸埋在我的颈尖。 小眼,我叫着她的名字眼泪扑素而下。 你为什么要来?你怎么这么傻? 你在皇宫做你的皇帝不好吗? 偏要跑到这里来送死,她缓缓地抬起脸。 面色苍白如纸,却给了我一个安慰的微笑。 她似是想对我说什么。 张嘴之际一口鲜血喷在了我的胸前,人也瘫软在我身上。 我伸手抱住她,将她紧紧拥在怀中。 这是我第一次抱她,第一次离她的人和她的心如此之近。 此刻什么礼教,什么人伦,统统不再重要。 我的眼里,心里只有她一人。 四桌的巨石隆隆而下,我在她的耳边轻声道,如果能够重新来过。 我从梦中猛然惊醒,心中酸楚,怅然若失,好似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。 面颊上一片冰凉,我伸手摸去,竟然是我的眼泪。 我发了一会呆,耳听马蹄的嘚的声,这才回过神来,我是在马车里。 大宝就坐在我的旁边,心无旁骛地摆弄着手里的布老虎,那是尺素昨晚给她缝制的。 大宝爱不是手,今日出门也非要带着。 我摸摸大宝乌黑浓密的发顶,仿佛是要确认她是真实的。 她在我的掌心蹭了蹭脑袋,抬起头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微笑,又低头去看她的布老虎,我笑着把她揽在怀里,能够真真切切地抱着她暖暖的小身体真好。 此刻的大宝还是十岁左右的少年模样,与我梦中那个比我还高半头的壮硕青年不同。 我伸手掀起车窗的布帘,外面正值春日,山坡上的杏树、梨树都开花了,一片片的如霞似锦。 翠鸟在山间鸣叫,声音清脆婉转,好一派春光无限,鸟语花香。 车外的护卫首领躬身向我道,小姐,前方左拐就要上文丰山了,您和小公子要不要先下来歇息一下文丰山。 我猛地坐直了身子,不,刚才不是做梦,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我身上的事。 我颤声问护卫首领,今日是何年何月? 护卫满脸诧异,可还是恭敬回复道, 今日是太正二十三年四月初三,太正二十三年四月初三,梦中的场景与眼前重叠。 就是这一天,我带着大宝到文丰山游玩,上山不久我们就遇到了一股山匪。 那伙山匪劫持了大宝,直到那个人赶到将大宝救下交给我。 我当机立断,向护卫首领道,咱们改变方向,走右边的岔路大宝抬起头来,好奇地问我, 姐姐,咱们不去文丰山了吗? 不去了,我搂着撅起嘴的大宝。 大宝乖,跟姐姐去救一个人,我记得梦中那人就是从右边这条岔路赶来的。 走了一盏茶的功夫,前方传来刀剑的打斗声,我掀起车帘,远远看到一对黑衣人正在围攻一个穿着墨蓝色锦袍的人。 那人身形高瘦,戴着一个照着面纱的围帽,虽然他武功高强,能以依当时,但围攻的人太多。 刮布敌仲下还是被黑衣人一剑刺中了肩膀。 我心一抽,赶紧向护卫吩咐道,快去救下那被围攻的人,护卫留下几人护着马车,其余人都冲了过去。 黑衣人剑冲过来一对护卫,个个身手不俗,不得不终止了对那人的围攻。 围守的黑衣人一声口哨下,那群人迅速撤离,转眼消失在荒野中。 那人收起手中的长剑,竟只走到我的马车前,隔着围帽上的面纱与我对视。 我心跳如骨,伸出颤抖的手触到她的帽颜。 她没有动,任我摘掉她的围帽。 围帽下是一张年轻英俊的脸,与我梦中的一模一样,眉如刀才,目若寒星,只是比我梦中的更加年轻俊朗。 此刻她笑意盈盈地看着我,眼中似有泪光浮动,我也含泪笑了起来。 地宫中我与她相拥共死,是我身上带的那块归去莱西玉佩,将我二人带回到七年前的今天。 只是此时此刻,她没有身负重伤,先帝还未嫁崩,我爹爹还在京城做太傅,小比还未称帝,我也云莺未嫁。 重新来过,这一次将是完全不同的故事。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,别忘记关注和点赞呀,我们下期见。